呢 接下来放前面的这个前面这个刚才说过了 这个l 型的呢 在飞机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两边的l 型都是从这个固定的木板 一个水平面然后往上就是往这个 和就是接近自己的这个方向是这样的放置 好 这样的话先把它呢 因为这两个有两个这个 耳朵嘛咱们叫它耳朵 先把它呢给折起来 用力折一下 折一下的目的呢是从后面一会儿往前面进入的时候呢 从这能轻松的过来 如果你是 展开的话 它从这是过不来的 所以说就要把它折起来 好 折了以后呢 就把它俩进行一个对接 对接 因为是个圆形 它要插入这个方形的里面 需要用手呢 把这个圆形呢 捏成一个椭圆形 好 呃 在这之前呢 如果感觉这边不好插入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方形的 稍微扩一下 用手给它扩一下 呃 这个边缘最好是 呃 咱们摸的最好戴上手套来操作 呃 它特别的尖锐 呃 我操作多了 所以我没有戴手套 呃 然后呢 把它捏成一个椭圆形 这样放入 放入一边的同时呢 然后呢 把对侧也同样的方法放进去 好 这样就扔上了 扔上了以后就可以往进 放了 放到哪个位置呢 大约两公斤左右 也就是咱们正好这里有一个字 就是把这个字正好 对齐 大家就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就跟一样 这样基本上在飞机上装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组装的模式 这样的话 把这个 支架呢 可以稍微往前先移一下 但是移到一个大致的位置吧 大致就像我这个样子 呃 因为它这块当时软银结嘛 就是 圆形的插进这个正方形的这个 碰块里面 所以说它没有固定的 它有时候容易掉 大家装这块要耐心一点 这块卡好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整个配管从后往前 从后往前提形 嗯 装入了 最后装完了这个样子 因为它这样是下不去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样是 是没法下去的 啊 经过了好几次的改进了以后呢 这样的装 把喷管从后面放入 然后往前移 移 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小心它后面两个这个卡位了 因为它是外八字嘛 所以给它往近要 这个角度要小一点 小一点它就不会卡了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哪里卡 要看一下 不要不要用猛进时间的往前装 嗯 又卡的地方呢 看一下是哪里卡 然后把它 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这个位置基本上就 就在这里了 然后呢 这个好像还有点太靠前 啊 应该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喷 这个喷管 是一个喷管的最后远 应该在哪个位置呢 实际上要蹲下来看一下 从这个飞机的 现在从下往上看 看一下这个边缘刚才剩的 就是那几张字呀 最后我会给大家拍一个照片 拍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最后装完的样子大家看一看就清楚 啊 大概就是剩出来有三到四毫米左右 把这个字正好露出来 是咱们这样设计的 好 装好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前面的这个L型可以扳平了 也是用手这样去把它扳平 好 对侧一样扳平 扳的时候戴上手套 啊 来操作 小心滑上 扳平了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喷管 基本上前面经过两个螺丝的固定 和后面这个支架的固定呢 最后再经过 这两个耳朵 就是这两个卡位的固定 整个喷管它就特别的牢固了 啊 在飞行过的过程中就非常的牢固 啊 不会有任何的放动 好 呃 呃 配管的安装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呃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装完又是什么样子 大家照着装就可以了 好 好碍的 好碍的 afe